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评论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发展经济和风险控制是两会的重点 为什么人工智能在基础数学方面苦苦挣扎 如果香港培养了以下七个优势 它将不会完蛋 请大家收看 埃利奥特在英国零售竞标战中弹药有限 路透观点 美国投资集团Eliad Advisors 对英国零售商Coase的7.23亿英镑 95100万美元报价被拒绝 埃利奥特的拟议出价 比库里斯接近前的交易价格高出40% 由于英国经济疲软和潜在的竞争对手JD.com 该公司提高报价的范围有限 后者拥有大量财政资源 埃利奥特的报价被库里斯董事会拒绝 其主要股东之一声称 该集团只应考虑每股75便时的报价 为什么人工智能在基础数学方面苦苦挣扎 以及它是如何变化的 美国企业研究所 大型语言模型LLM开创了人工智能AA的新时代 展示了在语言生成 翻译和推理方面的卓越能力 然而 法学硕士经常在基本的数学问题上半导 给他们在数学必不可少的环境 包括教育中的使用带来了问题 然而这些局限性正在通过改进模型本身 以及更好的提示策略来解决 法学硕士在数学中的局限性已被广泛认可 例如德克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Texas副院长保罗 冯·西佩尔·Paul One Hippo指出了ChatGPT在教授几何学方面的不足 而华尔街日报则强调了人工智能导师Kemigo的类似挣扎 这些困难源于LLM对语言而不是数学智能的基本偏见 由于训练数据中复杂数学的稀缺性 这种差距进一步扩大 限制了他们对高级数学概念的掌握 尽管如此 不同型号的性能差异很大 例如GPT4在SAT考试中取得了第89个百分位 而谷歌的POM2在数学评估中超过了GPT4 包括2万多个学校水平的问题和单词谜题 还有越来越多的专门的数学模型 旨在提高数学能力 无需额外的微调 Lime可以解决数学问题 并利用计算工具 例如Python解释器和形式定理证明器 来解决数学问题 并生成数学证明 Google DeepMind的Alpha Geometry 实现了专家级的几何问题解决 当与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 EMO的30个问题进行基准测试时 Alpha Geometry在严格的时间限制内 解决了25个问题 相比之下 EMO的人类金牌得主 平均解决了25.9个问题 而之前最先进的几何推理程序 只能解决30个基准问题中的10个 Google DeepMind还开发了一个名为 FundSearch的专用LLM 它能够创建代码 为上线级问题 生成一个正确且以前未知的解决方案 该解决方案设计确定 可以在方格纸上绘制的最大点数 而没有任何三个点形成一条直线 这个小众但重要的问题 让数学家们感到困惑 他们不同意如何解决它 虽然基础模型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进 但现在可以使用其他策略 更好 更复杂的提示 通常可以提高准确性 研究人员最近采取了 学生用来解决算术问题的步骤 并将其应用于思维链提示技术 该提示包含交叉检查中间步骤 和在其设计中使用多种方法解决同一数学问题 以提高准确性等想法 该技术在Multi-Arrow数据集 专门用于测试模型 执行复杂算术运算和推理能力的数学问题集合 上达到了92.5%的准确率 而以前最先进的系统为78.7% 整合Wolfram GPT 使ChatGPT能够访问强大的计算 准确的数学 精选知识 实时数据和可视化 从而使ChatGPT更加智能 使用OpenAI的Code Interpreter 现在称为Advanced Data Analysis 可以提供更准确的计算 部分原因是它编写了一个小型Python程序 来执行实际的数学运算 研究人员在具有挑战性的Math基准测试上 测试了OpenAI的GPT4代码解释器 并实现了69.7%的全新先进准确率 远远超过了GPT4的42.2% 尽管在数学能力方面存在最初的障碍 但不可否认的是 在不断进步和创新解决方案的推动下 LLM的发展轨迹是向上的 专业模型和与计算工具的集成凸显了一个未来 LLM不仅可以以前所未有的复杂性理解和生成语言 还可以轻松驾驭复杂的数学 随着这些模式的发展 他们在教育、科学、技术、工程、公共政策等领域 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潜力变得越来越明显 以色列道德军队的神话 外交事物 根据以色列退伍军人组织打破沉默进行的调查 以色列军方在加沙地带的目标选择程序 并不能有效地减少平民伤亡 该组织研究了以色列士兵在以前的军事行动中的证词 发现以色列经常以武装分子的住所为由 将平民住宅列为目标 这些住宅经常被完全移为平地 危及无辜平民的生命 调查还揭示 以色列的情报常常不可靠 导致平民因过时或错误的信息而丧生 此外 以色列国防军进行空袭的程序 优先考虑快速进行更多的打击 导致平民伤亡的风险增加 调查还发现 以色列使用的敲门战术 即在对移动建筑物进行更严重的打击之前 先向屋顶发射一枚小型导弹作为警告 往往无法保护平民 以色列官员通常对建筑物的居民数量 没有清楚的信息 并且没有花时间进行核实 在当前的战争中 以色列大大减少了使用敲门战术 表明对避免平民伤亡的关注减少了 报告得出的结论是 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是出于管理冲突的态度 而不是寻求真正的解决方案 以色列政府将军事力量置于平民生命之上 导致在加沙地带反复进行军事行动 没有明确的目标 报告呼吁美国利用其对以色列的政治和军事支持 推动遵守国际法和减少平民伤亡 报告认为 唯一的前进之路是认识到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人性 并寻求一条不仅仅基于军事力量的道路 德国的经济清算 外交事务 为了保持全球经济大国地位并支持欧盟EU 德国需要振兴经济并解决结构性弱点 该国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以及未能进行重要投资和改革 使其在经济挑战面前脆弱 并阻碍了其应对危机的能力 德国必须专注于绿色产业和新兴技术 将资源投向脱炭和数字化 并实施支持经济增长的移民政策 此外 德国需要与布鲁塞尔密切协调 确保其经济议程与欧盟的利益相一致 德国最近面临的经济挑战 包括高能源价格 中国的竞争和美国的强势工业政策 凸显了振兴的必要性 廉价俄罗斯天然气的损失 和像可再生能源的过度 缓慢削弱了德国的工业模式 并引发了对工业供应链的担忧 德国的经济也受到劳动力短缺 交通中断和对数字技术投资不足的影响 该国的宪法债务限制 进一步复杂化了其恢复经济活力的能力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 德国必须加快绿色转型 投资于新兴技术 并吸引熟练移民 它应该专注于能够实现欧洲经济脱炭 和增加可再生能源产量的产业 德国的工程人才 可以利用起来成为新兴技术的领先者 并与其他欧盟成员国合作创建合资企业 和发展新的欧洲企业 此外 德国需要倡导熟练移民的合法途径 并强调吸引来自欧洲以外国家的 知识工作者的经济利益 总体而言 德国的经济振兴 对于其自身繁荣 和支持欧盟至关重要 通过优先发展绿色产业 拥抱新兴技术 吸引熟练移民和消除官僚障碍 德国可以继续保持全球经济领导地位 并成为欧洲单一市场的支柱 安巴尼的婚礼 给印度商界带来了新的转变 路透观点 英国石油公司 BP 布鲁克菲尔德 布鲁克菲尔德 和Metta的首席执行官 是印度古吉拉特邦 Anand & Barney婚前派对的嘉宾之一 富裕家庭响应纳伦德拉 莫迪 Narendra Modi的号召 放弃海外奢华活动 这些高管无意中展示了 莫迪希望将财富留在国内 提振印度经济 并增加其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 印度的经济民族主义正在增长 莫迪鼓励公民在国内消费 以避免经济困境 并帮助保护卢比 外国直接投资没有跟上 印度快速增长的经济 但莫迪的呼吁 凸显了印度庞大 且不断增长的资本储备 这有助于支撑股市持续高估值 从西方最后一次入侵 俄罗斯中得出的重要教训 外交政策 1918年 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 干预了俄国内战 试图粉碎布尔什维主义 干预行动失败了 盟军缺乏明确的目标 可靠的盟友和一致的战略 由盟军支持的反布尔什维克力量 白军组织混乱 缺乏引人注目的意识形态 而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红军 则有明确的愿景和积极的人口 干预行动最终失败 是由于盟军缺乏政治意愿和支持 以及布尔什维克的坚韧性 作者认为 当前西方对乌克兰的干预 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 乌克兰是一个有能力的盟友 拥有积极的人口 而且这个事业 可以很容易地向西方公众解释 虽然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 普京决心取胜 但他在动员人口和资源方面面临限制 支持乌克兰所需的援助是可管理的 而且在维护国际规范 支持西方价值观 和加强跨大西洋联盟方面的回报 是值得投资的 成功的主要障碍 是由政治意愿来推动干预行动 总的来说 作者认为 从俄国内战失败的干预行动中 可以得出教训 这些教训可以指导当前 对乌克兰的干预行动 通过专注于明确的目标 制定长期战略 与盟友密切协调 并保持政治意愿和支持 西方有真正的机会战胜普京 并在乌克兰实现谈判解决 欧洲电信公司的新交易 希望面临现实检验 路透观点 德国电信 Telefonica Orange和Voltaphone的首席执行官 在巴塞罗那举行的 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 敦促监管机构 通过轻量级监管 和更便宜的贫谱 来帮助电信行业促进创新 该行业抱怨 欧洲委员会过于关注消费者利益 不愿意允许一个国家的运营商数量 从四家减少到三家 该行业还呼吁改革政府 向出价最高者出售贫谱的方式 如果香港培养了以下七个优势 它将不会完蛋 南华早报评论版 根据香港大学商学院荣誉教授马什亨 和香港大学商学院维克多和威廉 逢经济学教授邓辉威的一篇专栏文章 香港可以通过保持和加强其竞争优势 来保持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作者认为 香港必须保持金融稳定 并加强金融行业的五大支柱 股票市场 债券市场 银行业 保险业和资产管理业 他们还强调了 保持基于普通法的独立司法制度 高效连接的政府 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 无监管的互联网 优质的高等教育和公共教育 以及多元化人才库的重要性 作者认为 香港已经克服了以往的信心危机 并可以通过应对新挑战 来重新达到新的高度 发展中国经济和风险控制 是两会的重点 南华早报评论版 中国的议会预计将宣布 一系列救助措施 以支持面临多重挑战的国家经济 政府预计将公布 大约5%的增长目标 延续去年的轨迹 然而 一些分析师对中国 能否实现这一目标持怀疑态度 原因是外部挑战如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和供应链问题 疲弱的房地产和金融市场 也导致人们对经济缺乏信心 政府认为 真实情况并不像西方媒体 所描绘的那样黯淡 相信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 使其有多种方式 解决债务和人口老龄化问题 议会的两会 还将重点加强党的纪律 和反腐败工作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几个新闻话题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是关于英国零售竞标战的消息 美国投资集团 Elliott Advisors 对英国零售商 Coase的报价被拒绝 这表明竞争对手 JD.com的财政资源 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看来这场竞标战 还有很多曲折和悬念 我们可以继续关注 接下来是关于人工智能 在基础数学方面的挣扎 虽然大型语言模型 在语言生成 翻译和推理方面表现出色 但在数学问题上 还有很多困难 不过 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新的模型和策略 在不断改进 希望未来能解决这些问题 然后是关于 以色列军方在加沙地带的目标选择问题 根据调查 以色列军方在选择目标时 并不能有效地减少平民伤亡 这引发了人们对以色列军方的质疑 这也提醒我们要在军事行动中 更加注重保护平民的生命和安全 接着是关于德国经济的清算 为了保持全球经济大国地位 德国需要解决一些结构性问题 并加强对绿色产业和新兴技术的投资 这对于德国的经济振兴 和欧盟的发展都非常重要 还有关于安巴尼的婚礼 给印度商界带来的新变化 一些富裕家庭响应了印度总理莫迪的号召 放弃了海外奢华活动 这显示了印度经济民族主义的增长 这对于印度经济的发展和吸引外国投资 都具有积极的影响 最后是关于香港的家居装修行业和中国的两会 香港的家居装修行业需要进行全面改革 以解决存在的问题 而中国的两会将宣布一系列救助措施 以支持经济发展和风险控制 这些都是当前重要的议题 我们可以关注他们的进展 以上是我对这些新闻内容的简要总结和分析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有趣的观点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分享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